当我们要开始去参加 匹马蒙徽的训练课程的时候 我内心里面 非常的抗拒 甚至排斥 所以我那时候就问上帝说 主耶稣我要去参加这个匹马蒙徽 求你的话启示我 但透过读经祷告的时候 我都是读到蒙徽 可是匹马两个字不见了 我就问我的主任牧师 主任牧师说 没关系 你可以没办法匹马 你可以穿乙型的马衣 于是我勇敢的去参加 这匹马蒙徽的课程 当我去到匹马蒙徽的场地的时候 我的眼泪如当初我进教会一样 永流不停 我内心一直在流眼泪 而且一直擦擦不来 我觉得我内心没有伤心 没有悲伤没有难过 可是我的眼泪就是永远流不停 那我跟主任牧师说 让我回想起 当初我进教会那时候 圣灵的充满 所有安静的降伏在神面前来祷告 但上帝真的很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 感谢主 因为所有参加的人 只有我没有买马布 也没买任何所要的工具 但上帝透过保灵先 是赐给他给我那个蚂蚁 尤其在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为主来披上蚂蚁 当我披上神所赐的蚂蚁的时候 我的眼泪 我的脾涕 真的流在那边 我内心只是充满了感谢神 原来你真的能了解我 你也医治我 因为家人的离开 内心那种伤痛 看到蚂蚁 就觉得家人会离开那种伤痛 神再次医治我 再来我就问上帝说 主耶稣 我们平常都有在做认罪回来祷告 我们为什么要披上这个蚂蚁 透过保灵先是跟我说 上帝的启示 我也让我更明白 当我每日在做的认罪回来祷告里面 只是洗上我们外在的沾染 在神的洗浊盆之前 洗上我们一些在平常在日常的沾染 例如我们抱怨 我们批评 我们论断 我们得罪神的外在部分 我们没有真的来神面前剥开 但是透过披麻磨灰 是把我们再次当作献祭 来主的面前将自己完全剥开 当我们内心里面 所以前埋在身心里面的那些罪 不管人家知道的罪 甚至伤害 甚至不饶恕 在主的面前我们再次剥开自己 那我们身上所有不解的部分 我们所受伤的部分 主耶稣要再一次透过祂的宝掘 洗净我们 因为我总知道 人非圣洁 无法见主面 当我们把所有的伤痛 把所有的之前所受的罪 把我们不明白真理所犯的错 埋在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不解的 所以当我们每次在做披麻磨灰的时候 是上帝给我启示 再一次将你内心里面剥开 当你内心里面所犯的过错 上帝愿意原谅我们 当我们所受到伤害 上帝愿意医治我们 当我们一次一次做的时候 是指上帝跟我们所说 祂是爱我们的 祂是怜悯我们的 祂是看中我们每个人 都是祂重要的器皿 所以我愿意去做 因为我经历到 当我做的时候 我生命开始改变 我思想开始改变 当我环境软弱的时候 我愿意站在神面前 为神的去做 当我疲惫的时候 主耶稣我就抓着 祢是我的主 我应于祢所做的 祢必让我成就 祢所要在我生命中 所做的大事 感谢赞美神 祂高峰 祂文明 阿们 天堂敬拜使徒性教会 林尊荣 2024年6月24日 约拿书心得感想 林尊荣 一 人的罪的根源 悖逆 从亚当夏娃开始到现在 我们都是一直循环在罪中 尤其是我们基督徒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当上帝的启示下来 我们往往选择自己的想法 看法去行 而不顺上帝 在一章 我们看到 约拿因自己种种原因 选择自己方式 不愿意照 神的指引 逃跑 在危险来临时 更怨恨 神 躲进更深更黑暗之处 最欣慰的是 神永远不放弃他所创造的我们 也看到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 承认上帝 透过祷告 认罪 悔改 神也必使我们不致灭亡 甚至还是继续使用我们成为神的代言人 给我们环境 给我方法来帮助我们悔改在他面前 二 人的最拯救方法 祷告 当我们只有最无望无助没有办法 的时候才会回转去寻求 神 我也是一样 没有到无路可走 我不会完全顺服寻求 神 我们看第二章约拿在黑暗无助 浸泡在海水中 真正无助的时候才开始向神来祷告祈求 第一章在船上的时候还躲到最底层 唯有真正无路的时候才寻求 神 这里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爱与怜悯 我们看到整章祷告文中 只有祷告上帝的恩典 救恩和我是如何敬畏上帝 我用什么方法来侍奉上帝 但是全部没有自己为自己所做的事认错 认罪 悔改的心 这是我们基督徒要省私自己的 我们现今生活中是不是跟约拿一样 都是跟 神称颂神的恩典 及我对 神的付出 没有深深自我省察 认罪悔罪感谢 神 一直宽容饶恕我的过犯 这值 我们深思 三 服侍者的拦阻 自大 认罪悔改之人 救赎 在约尔第三章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一直恩典他所爱的仆人 纪念他为神所做的 但还不知道错与悔改 还是垂听他的祷告 神第二次所要做的事 叫约拿去宣告 我们在这张经文 看到二个强烈对比 一 神都仆人约拿 当神旨意下来 往往是神的仆人拦阻神的座位 会因人的想法 自己对神的了解 及自己的感觉 去拦阻神的座位 明明要走三日 走完尼尼威城 但是约拿个人认为 外邦人要毁灭了 为何要绕三日 一日就可以了 他们是外邦人 也是罪人 神要毁灭他们 我只是来宣读神毁灭计划 而因神的仆人的自大 因为神最终旨意如何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眼前的事情 来判断神的座位 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警醒的 当领受一项 旨意要按神的指示去做 不要加入人的想法做法 二 神的救赎 不分基督徒 还是外邦人 当人知罪 认罪 毁罪神毕师 怜悯在他身上 当尼尼威的外邦人 连耶和华是谁都不知道 但是他们一定听说 以色列的真神耶和华的大能相信上帝 当听到因他们的罪 使他们灭亡 他们所表现的是 承认他们错了 每个人认罪 毁罪 对主献上最直接的行动 尽时认罪 祷告三天 神的怜悯 就赎在他们身上 我现在往往只有提到所做的错 所做的是被指责 批评 往往第一时间是为我们自己来辩解 如约拿一样 我要学习尼尼威的人一样 承认自己过犯 悔改 付代价 相信神拯救必在我身上 四 服侍者的灭亡 骄傲 在约尔书第四章中 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约尔 因领受神的启示去完成神的功 只是所得的结果 跟自己的想法不一样 就开始抱怨 抵触 甚至罢工 躲在一旁冷眼旁观地讥笑上帝的座位 忘记我们的上帝是施恩怜悯爱他所造的人 以色列人跟其他外邦人都是上帝所创的 都是神所爱的人 上帝不是以审判人为他最终欺目的 他所希望的是 每个人都能认罪悔改 被拯救不灭亡 神预言 灭亡尼尼威人是他们的罪会导致最终灭亡 拆派先知启示的目的是 希望百姓悔改得救 而不是定罪判刑死亡